今天我要教你 像這樣的羊毛捲 捲髮造型 如果沒有燙髮 只透過離子夾可以做得到嗎? 嗨大家好 我是Justin 今天我想來教這個 男生的羊毛捲 捲髮造型 這個髮型最近算很流行 我在路上常常看到男生頂著這顆髮型 那這個髮型基本上是要燙的 不過如果你不想燙髮 你只是偶爾想要換味道而已 那你今天來對地方了 我今天要教你如何使用離子夾 來做出這樣的造型 那廢話不多說 首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工具 第一個 離子夾 第二個 髮蠟 第三個 定型液 我準備的東西就這樣子而已 夠簡單吧 好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 今天要使用的手法 因為今天要使用的這個手法 不算簡單喔 如果你不常使用離子夾的話 你可能要多加練習 才有辦法順手 那我們今天的手法怎麼走呢? 首先我們都把頭髮先往前撥 然後我隨意撩起一撮頭髮起來 來示範給你們看 頭髮撩起來 夾子進去 夾緊喔 然後我們要做旋轉 大概要旋轉一圈喔 旋轉這樣子 停留一下下之後 夾子要往下離開 往下離開喔 是要往下離開 你不要往上或往左往右 往其他的方向離開 這樣頭髮有可能會亂翹 記住 夾完之後一定要往下抽離 往下抽離喔 我再示範一次喔 隨意撩一撮頭髮起來 夾子進去 夾住 你試看你是要轉這邊或轉那邊都可以 好 比如說這一撮想要往這邊 夾緊喔 然後轉一圈之後 停留一下下之後 就往下抽離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使用的手法喔 轉完之後往下抽離 那側面的頭髮也是一樣喔 夾子進去 夾緊 旋轉 轉一圈之後 停留一下下 那馬上就往下抽離 這是今天的要領動作喔 那你如果覺得操作起來很不順手的話 我建議要多練習幾次喔 再正式開始夾 剛開始夾一定會不順手 這是很正常的 你一定要多夾練習 找辦法順 好 那我離子夾已經夾熱完成了喔 那我們就正式來囉 你就全部都把頭髮先往前梳 都先往前梳喔 好 來囉 好 隨意撩一撮頭髮起來喔 夾子進去 夾緊 開始旋轉 旋轉大概一圈 停留一下下而已喔 停留一下下 往前抽離 有沒有看到 像這樣子 夾完之後會有一點點像蛋捲的感覺 這樣的感覺就是對的喔 好 再來我們繼續夾 隨意撩起一撮頭髮起來 夾子進去 夾緊 旋轉 旋轉 旋轉停留一下下 往下抽離 它會有一個很特別的弧度出來 像是空心的蛋捲一樣 有點像空心面的感覺 有沒有 可以透視的過去 接下來繼續喔 你就隨意撩起來夾就好了 那你要哪一邊都可以喔 左右兩邊都可以 好 夾緊 往下抽離 夾子進去 左右兩邊都可以喔 轉 旋轉 往下抽離 夾子進去 旋轉 旋轉 停留一下下 往下抽離 側邊也是一樣喔 撩起來 夾子進去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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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留一下下 往下抽離 隨性夾就好了 夾子進去 旋轉 旋轉 然後往下抽離 夾子進去 旋轉 旋轉 停留一下下 往下抽離 我們就先夾啦 我待會再教你 有一些調整的重點在哪邊 要把整個頭都夾完喔 旋轉 停留一下下 往下抽離 我感覺我大概前面的部分 大概都有大略夾過一遍了喔 好 那接下來就是這顆頭最難的地方喔 也就是我們的後面喔 那其實以這顆頭的造型來講 其實後面不好夾 你就真的只能夠憑感覺而已喔 好 比如說 我隨意撩起一束頭髮 起來 夾子進去 旋轉 然後 往下 我也看不到啦 就 然後 隨性 進去 旋轉 停留一下下 往下離開 溜起來 進去 旋轉 停留一下下 往下離開 你就憑感覺就好了啦 就憑感覺去夾 說真的 你只要前面有夾的好的話 後面只要不要真的太糟 其實也不會影響整顆頭的造型啦 頭還是會好看的 進去 旋轉 往下離開 看一下 進去 旋轉 不過在操作後面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離子夾很燙喔 不要摸到它的這個外圓 其實它是很燙的喔 所以你在操作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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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大概這樣子喔 其實我也看不到 就憑一個感覺而已 好 那我現在前面跟後面都已經夾完了 你可以看得出來應該至少一個三分樣應該有出來了吧 應該已經有個三分樣了 不過我要告訴大家喔 整理這個頭有一個重點 就當我們夾完之後啊 你千萬不要大幅度的手部去撥動 千萬不要大幅度去撥動它 因為我們今天上的夾子特別多 彎度也特別多 所以如果你大幅度去撥動頭髮的話 頭髮會變得超級毛躁的 所以千萬不要大幅度去撥動它 不過我們還是要做一點微調啦 好 像我剛剛夾完之後 現在還是有很多 比較不自然的一個線條在 你看像這個線條還不是很自然 這個空心面的線條還在 那要怎麼整理呢 輕微的波動還可以 或者是你可以用濕的 你可以用濕的把它撕開 像這樣 把它撕開 就把它撕開就好 你看像剛剛那空心的線條就已經不見了 好 我看看哪邊不自然 像這邊比較不自然 用濕的去撕開 用手濕 手濕的方式去撕開 不要做大幅度的撥動 看一下還有哪邊不自然的 輕微的撥動還可以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你的瀏海 我覺得這種髮型 最好還是要保留一點 你的瀏海的透視感 你看像這樣 你可以看進去我的瀏海 就有一個透視感在 這樣感覺比較輕一點 比較不會那麼沉重 那現在這樣的狀態就是對的 如果你夾完瀏海很厚的話 你可以去把它調一下 調到就說像我們這樣子 瀏海有一個透視感在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好看 好 那接下來我們準備要上造型瓶 那這個髮型的話 我是覺得看你要抹乾的 還是抹濕的 我是覺得都可以了 我會建議抹髮尾就好了 首先我們取一點髮繞 抹在指尖 抹在我們雙手的指尖的部位 把它塗抹均勻 像我習慣的話 我會習慣去順一下髮尾 讓它可以不要這麼毛躁 比如說像這邊 有一點點毛躁 我會捏一下 捏一下 捏一下髮尾 就稍微順一下髮尾 捏一下 或是捏一下 我覺得稍微有點毛躁的地方 就抹一下 你看你有沒有覺得哪邊 稍微毛躁一點的地方就好了 那其他部位我不會抹太多 那後面一樣我都是抹髮尾的部分而已 我只會加強髮尾的部分 那一樣喔 手上剩餘的髮蠟 耳朵上方兩指醋 壓進去一點 把兩指醋壓進去一點 你的臉頰先會得到比較好的修飾 耳朵上方兩指醋 兩指醋 壓進去一點 那最後我會拿出定型液喔 如果你想要堅持一整天的話 我會建議你噴一點定型液 去鞏固我們現在的一個捲度 稍微撥起來一點點 往裡面噴 往裡面噴 不要太大幅度的動作喔 點噴點噴就好了 不要噴太多 點噴點噴就好了 那後面也稍微噴一下 那我們今天的牙毛捲 捲髮造型到這邊就算完成了 就很隨性很自然 有那種早上起床的那種慵懶感 我在路上真的看到蠻多人燙這個髮型的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教學影片 也不要忘了按讚訂閱再開啟小鈴鐺 我是Justin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